在主内的朋友,各位观众,大家好! 我是圣博明的神学院,念事并神父。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《马都福音》第十二章,第一到第八节。 因为仁慈是安息热的主。 在这段福音,耶稣跟一些人谈论安息热的问题。 为什么?因为有一些法利塞人批评耶稣, 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门徒, 做一些看起来在安息热不允许的事。 比如说,看到门徒有这个麦典中经过的时候, 是把十家麦水吃。 所以,他们随便拿这个麦子来吃。 那,其实为什么这个是在安息热不可以做的? 不是因为是别人的这个田里而拿的, 是因为好像那个算是那个隔离的那个工作, 好像是一种工作,就是那个收割的那个工作。 所以,那些工作呢,就是特别禁止在安息热。 因为安息热呢,一定要休息。 一定要就是安息热对有代人是完全是未典主的一个日子, 神圣的日子,要要感谢天主,赞美天主, 而不要做别的工作,要休息。 所以是安息热。 可是耶稣对安息热的概念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 那首先,是耶稣回答这些法利塞人的这个笔饼, 首先说,这些门徒呢,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独自饿。 而且福音是这样说,是他的门徒饿了。 所以,好像耶稣就是把他们跟在圣经里头一些例子, 就是比较,比如说, 达威跟他的人,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呢, 没有别的东西,他们吃了什么? 吃了,本来已经在那个天主的店里头, 所奉献可以天主一些面饼。 那怎么来吃? 那这个我们知道只有那些什么四季能够吃的, 不是人家随便可以拿。 那所以,耶稣说,你看,如果达威跟他的人啊, 是这样的吃, 这个是很有一个理由,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。 不过,耶稣也不是说那个是安息热所发生的,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。 还有,耶稣也是提供另外一个例子, 也是那个日常生活的, 他们人人都能够看到的一个例子, 也是属于圣经。 是什么? 那些四季呢, 也要在安息热, 在圣典里服务。 因为安息热也是开放的, 所以在这个安息热在那个店主的店里, 也要服务, 要什么? 要奉献啊, 生计啊, 要祈祷啊, 要这样的, 要热歌啊, 所以呢, 这些行动呢, 也算是那些四季们的一个工作, 其实是一个服务, 而且这个也是安息热可以做的, 没有问题, 没有问题。 所以耶稣说, 那这个安息热, 你们对安息热的概念, 你们法利塞人, 你们今世们对安息热的概念, 不对。 因为没有抓住他的宗教的意义, 最深的意义, 那他的最深的意义呢, 是什么呢? 最深的意义就是, 就是那个尊重点主本身, 尊重点主, 爱点主。 而耶稣因为这个缘故说, 你们不了解, 那为什么你们这样的, 这样的弊病我的门徒, 因为安息热做这些事情, 因为你们根本不了解, 不懂天主的话, 天主说, 我喜欢忍耐, 胜过季限。 所以, 这个天主比较喜欢那个怜悯, 胜过什么季限。 这是跟耶稣的转位也有关系, 只有耶稣能够肯定, 什么是天主的话, 因为他就是天主的圣言, 天主子, 他就是天主的圣言, 只有耶稣能够肯定, 什么是天主的法律, 什么是天主的法律, 因为他就是圆满, 完整这个法律的目的。 所以耶稣可以决定, 什么是安息热的意义, 来自天主的这个意思。 所以怪不得耶稣说, 因为人死是安息热的主, 是安息热的主, 那这个就是耶稣。 我们基督徒也有同样的一个主日, 对不对? 那这个主日也是专门是奉献给天主, 是我们在那个主日的时候呢, 是专门是感谢的, 赞美天主, 敬拜天主, 而休息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随耶稣, 也可以抓住他的重点, 为什么有一个主日? 如同在圣经我们看到有一个安息热, 为什么有这样的日子? 因为是神圣的, 因为他的重点就是, 他的中心就是天主本身, 我们的救助, 我们的生活, 我们的整个生命, 应该献给他。 所以那个就是安息热的这个意义, 所以让我们也这样的就是学法, 耶稣基督对安息热的看法, 而充满我们主日的最深的意义。 阿们。 阿们。 你在德国